安播足球快信 2021年6月2日,大阪飞脚势必拒绝堕马 星期三傍晚,日积联有两场补赛同时上演 其中大阪飞脚将作客挑战双南比马 大阪飞脚似乎已经慢慢开始找到状态 而且球队往迹占据绝对上风 今次面对实力较弱的双南比马 大阪飞脚有力延续胜轨 另外音直播介时将会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双南比马近期毫无状态可言 球队已经连续四轮联赛无波赢 排名已经跌至第14位 要知道,今季日职联降班队伍多达4队 目前处于下游的队伍,都绝对不可以安心 而双南比马在早前连续8轮不败之后 近期似乎暴露出防守不稳的情况 近四轮联赛都有失波 另外,攻击力也是球队的硬伤 名古新太郎,同山田直辉等攻击手 始终难以有稳定的发挥 以至于球队前17轮联赛 只有3场比赛射入2个波或以上 而且球队过去5次联赛面对大阪飞脚 有多达3场无波入 双南比马金轮主场轮陷就在所难免 在阵容方面,门将挥田大辉 和前锋艾若路斯都因伤无波踢 由于队中遭遇疫情的影响 大阪飞脚季初连续缺席了5轮联赛 但复赛之后,球队的表现一直沉沦 他们一度排名联赛倒数之列 前10轮联赛,只射入3个波 如此惨淡的表现 为了大局着想 大阪飞脚不可以不选择换岁 而换岁一事近期亦出现效果 球队已经起获两年胜 作为上季的联赛亚军 大阪飞脚其实对阵容并没有太多的整改 中前场依然围绕着井手口阳界 柏德烈和雨左美贵史 其实中军大阪飞脚的阵容,实力并不弱 阵中有多名女欧归来的本土球星 而且球队今季军场只失掉一个波的后防线 甚至还要比上季号 一众攻击手现在已经打开缺口 相信大阪飞脚 定必能够保持近期强劲的抢分势头 尽早脱离降班危机 在阵容方面 前锋小野寓意等人因伤无缘披夹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京千二甲八甲NBA等星赛足球篮球赛事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 随时随地看好球 M直播提供京千二甲八甲NBA等星赛足球篮球赛事直播服务